阿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一切菩萨皆本 和尚慈悲 这位比丘大德 尼斯大杰 沙弥七世 大家早安 请分开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第十九页 讲义在第总页二十二页 有一则的议言故事 这么说 说有一段时间里 下地狱的人口突然减少很多 言罗王紧急召开了内阁会议宣布 凡事能够提出简洁有力的广告词句 让世间人看后能够炎炎不断的下地狱来 除了重赏之外 则官位尽身三级 因此这牛头将军就说了 我到人间去 我就告诉世人说 抛弃你的良心吧 行善能够上天堂是骗人的 因为天上根本没有天堂 这言罗王听后思考一下 摇摇头说了 人类人类的个性非常的倔强 你越说没有天堂 他越想要升天 这不行 再来马门将军接着就说了 我到人间去宣传 为所欲为罢 作恶不会下地狱 因为根本就没有地狱可以去的 这言罗王听了 他也摇摇头 表示这个也不行 因此大家沉默了一段时间 旁边一个小鬼就说了 让我去向人来宣说 还有明天 还有明天 这言罗王听了 就叫好说 太好了 就用这一句话去宣传 于是这个小鬼就破格连身的三级 到人间去宣传 还有明天 还有明天 明天又明天 明天何其多了 我生待明天 万事成抽头 可见还有明天 这句话 会让人产生懒斗 懈怠 缓震 缓震 还有明天 他就不肯求丧尽了 当然他将来堕落的成分就多了 画法当中三十七道品里面讲到的 以生恶令断 为除断以生的恶而勤精进 未生恶而勤精进 以生善令增长 未使善华生起了更多增长而勤精进 未生善令生起 为了使善没有生起的善华 而能够生起来勤精进 这个四正情 就是在断落秀善当中的精进 一心的精进 佛陀在世的时候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欧汉经当中 大志论当中都提到的 弟子们要是在解释三十七道品 讲到精进觉知 世尊听到 马上 本来休息 赶快起来 夺索精神 对精进加以恭敬 赞叹 而我们虽然是一个凡夫 我们能够懈怠吗 圣人都不敢懈怠 凡如怎么能够找借口 懒惰懈怠 进入佛门当中 无论我们在家即逝 我们出家中 我们都应该在法上勤精进 诵经 拜佛 念佛 听法 这一桩事情呢 非常的要紧 要不能够在佛法当中勤精进 你凭什么能够了生透视 就没办法了 我们就是要注意的 我们的学习 所有的学习 完全在应用在断恶 修散 什么恶 贪嗔痴 贪嗔痴 贪嗔痴没有断住 你怎么叫精进呢 所以我们不要把目标弄错了 有的人学习佛法 找这些枝枝结结的找问题 弄错了 本来我们的烦恼就很多 你弄这些事情呢 无悔就更来染污自己 清静心没有了 找问题当中都是是非的行 怎么能够解脱生死 到这边还是把自己推向更深的地方去 这样呢 就辜负了我们呢 这一生接触了这个佛法 这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要能够在正法当中呢 大家精进的努力 诵经 拜佛 念佛 听法 学教 这个都是好的 要认真 那么我们上一回呢 讲到的讲义的总页 第二十二页呢 就是把第四条邦乱正法界 讲义的文解释过 那么我们也引了 《摩波罗伯罗密经》 《大品波罗经》当中呢 来策立我们呢 在正法当中学习啊 要端正我们的身跟性 我们要注意啊 对法的恭敬心 这是非常要紧的 非常要紧的 接着呢 我们要说明的是修对质性 我们看呢 互表七 补充资料的第十九页 互表七 四重界第四条 邦乱正法界 知行者信 会 相导 依 三宝 敬 身人 敬信 坚固不坏 灵舍生命 金百千节 终不生一念一等 以智分别 天上人中 事出世间 为此为罪 事故信心一向决定 信 会 相导 好 信心跟智慧互相的引导 古德说呢 有信无慧 增长无名 你对佛法有信心 什么我都相信 但是当中呢 没有抉择的智慧 有一些呢 是耳传的 以耳传的 你也相信去做了 插了一个卷择的智慧啊 这样呢 盲目的去做 增长无名 反过来说呢 有会无信 增长 邪见 这个更严重了 更严重 他很聪明啊 什么冥想都会 很未考据啊 引资料 但是呢 心里面就缺了一点信心 里面呢 都有一点疑心的严肃在里头 推求考计 考到最后面呢 连信心都考干了 没有了 那你可能呢 做破坏三宝的事情 增长 邪见 所以啊 需要呢 信 慧 相导 信心跟智慧啊 相互的引导 相互相成 我们最初呢 学习佛法 对法 一定要有信心 有信心 才能够入于佛法的大海 但进入之后呢 他必须要有智慧 要能够呢 进一步啊 要决策 视力 性相的道理 所以啊 达之论当中讲到 佛法 大海 信为能路 智为能度 信跟智慧 要相互相成 对于三宝的境界啊 能够深深的认可 要记住清净的信心 那这种信心呢 是坚固不可破坏的 零舍生命 金百千戒 终不生疑念 疑的 零可啊 舍弃自己的生命 金百千戒啊 但是呢 对于三宝 始终不生起疑念的疑心 等等的 这些不证的思维 我们呢 要是以智慧来 加以分别 天上 人种 世间 跟初世间 我们去考察 分别它 推求 做一些抉择呢 唯止为罪 唯独这三宝 才是我们的生命的归处 是最为殊胜第一的 如同三宝歌当中所讲的 今乃之为此事啊 真正归一处 真正能够使令我们呢 解脱生死 成就生到的 除了三宝之外啊 再也没有其他 可以办得到的 所以啊 信心一向是决定 不可动了 不可动了 这是呢 对法要升起信心 用智慧来抉择 对治 是 磅乱 正法的这个故事 好 接着 以上呢 我们将 这四条中介啊 说明过 接着我们再看着 讲义的第二十二页 总页的第二十二页 底下一颗 属于丁三的 前面丁二啊 是正式戒相 这四条中介的相章 那么接着丁三是了解犯相 进一步来了解 幻中 幻情舍戒 不舍戒的情形 又分成了三颗 物一 明幻相 收明幻相 又分成了两颗 集一是张泛分齐 张弦结幻的分齐 它的分明期限 我们看这个文 菩萨一是他胜错法 谁换一种 旷换一切 那菩萨对 这四条他胜错法 随着你违换任何一条戒 就换重了 何况啊 还违换所有的戒条呢 我们看呢 讲义的说明 是说明菩萨 为幻中介的分限 这是说明菩萨呢 为幻中介的分明极限 是说明菩萨 安住进界利益的菩萨 于上所说 是他胜错法中 随幻一种 即明幻中 是菩萨法 何况是种 一切去幻 此以身闻力中 随幻一法 即明不如一切 其意相同 那安住进界利益的菩萨 他对于上面所先手 这四条他胜错法当中 随着违换其中任何一条 都称作是患重了 就好像一个人 他有四个要害 你杀一个地方 这个人就死了 不用四处都杀害了 一样的道理 幻中就失去菩萨戒法 何况这四条 一切都违犯了 这个跟身闻力当中 四根本戒 随幻任何一法 都称作是患了 般若一罪 幻中戒了 他的意思都是相同的 接着我们再看 极恶的明患过失 说明违患呢 四种他胜错法 他的过失 不护堪能于现法中 增长射受 菩萨广大菩提之良 不护堪能于现法中 意乐清净 四极名为相似菩萨 为真菩萨 不护堪能于现法中 不更坎坎 能够在现身当中 增长射受菩萨广大的菩提之良 在讲义当中 在讲义当中讲到 受菩萨戒之后 假使违患了 这四种他胜错法 那么就不堪 不护堪能于现法中 承办恶事 就不堪 不再堪坎 能在现法中 现在身中 承办两桩事情 第一 不能于现法中 增长射受菩萨广大之良 现法即现在身中 菩萨广大之良者 为福德之良 以智慧之良 即是六波罗蜜多 不识词戒忍入 是福德之良 智慧即智慧之良 精进禅定通二种之良 以福德以智慧 皆以精进禅定使得完成 如人一眼行 必先准备礼途 首用诸物之良 如金银衣服食物等 今欲到达佛果 即是一先承办服务会的二种之良 故此二种名菩提之良 第一种 不能够在 现在身中增长射受菩萨广大的知良 那么要是不违患这个仲介 那他平常所有的造作都是在增长菩提的知良 都是射受将来成活的知良 但是现在违患了 他就不能办到了 这个仙法也就现在身中 上头的不能于仙法中 这个仙法就现在身中 这一层当中 菩萨的广大知良呢 也就是说呢 福德知良跟智慧知良 也就是了六波罗蜜多 六度当中分别呢 不时 慈戒 忍入 它是属于福德知良 而智慧呢 智慧是智慧知良 波罗波罗蜜是智慧知良 精进跟禅定 那就通于两种的知良 因为福德跟智慧 都是依精进禅 才能够完成 精进呢 有粗的精进 有细的精进 粗的精进是属于深 深夜 细的精进是属于心 为福德而精进呢 是属于深夜 深精进 为智慧而精进呢 是属于心这一方面的精进 这个呢 这个呢 就如同一个人想要远行 他必须事先呢 来准备 礼图当中呢 所应用的这一些财物啊 就是智良 如同金银 衣服 食物等等的 现在呢 修行的人 这菩萨呢 想要到达佛果 那就必须要一心成办 福德跟智慧 这两种的智良 所以呢 这两种 就称作呢 无上菩提的智良 菩萨行人呢 以一切时一切处 皆应修六种波罗蜜多 不可得少为主 或者即不能达成佛果 所谓呢 莫以善小而不为 莫以恶小而为之 如是呢 才能增长射受菩萨广大智良 菩萨行人 就是菩萨行者 在一切时一切处 都应该要修习六种波罗蜜多 不可以得少为主 否则呢 他就不能够达到成就佛果的目标 平常呢 所谓的莫以善小而不为 莫以恶小而为之 那整个生命当中呢 能够提升呢 就是呢 你平常很注意啊 断恶修善的工作 小的善 虽然是小 但经常做啊 将来才能够做大功的 小的恶不要认为啊 他很小 你经常照做呢 渐渐呢 也会照做大的恶事 从呢 业会增长广大来说 虽然是小善 虽然是小恶呢 但是呢 你都没有后悔的心啊 它慢慢的像滚血球啊 业力 它越来越大了 所以啊 事情的照做都会成为等流性 因此 再小的恶 从修行的角度来讲 我们都不应该做 即使是一点点的善 我们以欢喜心 欢喜心去做 这样啊 才能够积功累得啊 因此呢 菩萨道是非常的长远啊 在阴露经当中呢 它就昏成 五十二个位置啊 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登觉 妙觉 整个成果之道 它的一个次第 挨一个一个次第上来的 都是积功累得所成就的 所以啊 佛果不是一处可成啊 它必须要积功累得 要十节因缘啊 了解这个道理 如此我们才能够增长 射受菩萨广大的资粮 越多越好 经济悔患 菩萨四种他胜处化 即正为菩萨增长 射受福祂之良的正规 所以说 不互堪能于现化中增长 射受菩萨广大菩提之良 所以现在呢 既然违患了 违患了菩萨的四种他胜处化 那就正是怪悔的菩萨增长 射受福德 资粮的正规 正常的轨度 这个增长 也就是说呢 对于这个资粮辗转的增胜 当中能够随顺无为 就叫做射受 患了 那就怪悔了 所以说 不互呢 不再堪坑 能够在现在生中增长射受 菩萨广大菩提的质量 第二呢 悔患四种他胜处化 不互堪能于现化中异乐清净 这是第二种 悔患了这四条中戒呢 就不再堪坑 能够在现在生当中呢 得到异乐清净 出欢喜地菩萨使得清净意乐 故出地菩萨又名清净意乐菩萨 若能能清净受此菩萨戒法 只可以现在生中正入意乐清净 等欢喜地 今既悔患四种他胜处化 即于现在生中不互堪能正入出地 而得清净意乐 这个意乐清净呢 也就是出地出地的菩萨 这一处欢喜地的菩萨 他的见后 失后 沉沙后断出来 断了之后呢 他入关的时候 以无分别的智慧啊 清正真如的本体 一切的希望分别啊 都不现前啊 洗灭了 破了这个无名 最初破无名 使得清净的意乐 所以啊 出地的菩萨 又称作清净意乐的菩萨 假使我们修行的人 能够清净受此 这菩萨戒法 那么就可以啊 在现在生中呢 正入意乐清净而登上的 最初的欢喜地 出地哦 现在呢 既然违换了四种他胜处法 换了这四条仲戒啊 那就在于啊 现在生中呢 不再坎坷能够正入出地 而得到清净的意乐 而得到清净的意乐 那假使我们受了菩萨戒的菩萨佛子呢 对于菩萨这两种的知良 不正修行 就不能够好好的来修行 那这样呢 就称作呢 相似的菩萨 要相反来说呢 假使能够对于菩萨 广大的知良 福德跟智慧啊 能正修行 好 也就是说呢 能够在菩萨戒法当中呢 能清净的手持 那么这个菩萨戒法 也就是一切功德之具啊 所聚集的地方 所以一切的行门才能够随顺气路 增长射受菩提的知良 这个呢 就得名可以称作是真实的菩萨 现在呢 既然对于福德智慧 这两种事情都无所堪能啊 没办法累积增长射受 所以说呢 这个呢就称作呢 相似的菩萨 不是真实的菩萨 这是说明呢 换了这四条仲戒 它的过时 接着呢 进一步呢 悟恶明舌不舌 说明呢 这当中有舌去戒敌 有不舌戒敌的 有这样的分别 底下分着呢 三个集一 标减品类 标出来减肥 上 中 下 这三品的类别 当中有舌戒有不舌戒的 菩萨 菩萨若用软 中品禅 悔患四种他身处法 不舌菩萨境界利益 上品禅患 极名为舌 不舌戒 去使用了软 软 软就是下 下品 中品禅 烦恼 悔患呢 四种他身处法 他是不舍弃啊 菩萨的境界利益 没有舌戒体的 就是戒体没有失去 上品的烦恼所患的 那就称作舍了 就舍弃这个戒体 戒体失去了 他昏上中下则三品 上品常患的会失戒 中下品的不失戒 我们看讲义 菩萨因烦恼悔四种 他身处法 要看烦恼的品列如何 方能决定菩萨界的 有舍不舍 不可一概而论 烦恼也名作禅 因为烦恼时时生起 禅乎有情 令其不得自在之意 菩萨因为烦恼 而悔患了四种他身处法 那就当中要看 他烦恼的品类是如何 是上品的 是中品 是下品的 哪一品呢 这样才能够决定 菩萨界底的 有舍或者不舍 不可一概而论 患众 患众就是说 他的缘通通是记住了 但是当中他烦恼的势力强弱 那就分为有舍戒体 跟不舍戒体的 烦恼也称作禅 禅就现行来讲 也称作结实 结实 与种子来说 这个禅就是现行 因为烦恼时时生起现行 那就禅乎有情 使令他不得自在 所以称作禅 菩萨呢 假使用围内的卵 就是下品的烦恼 现行 或者是由于中品的烦恼 其现行 而悔患了四种他生错 欧毅大师呢 欧主在幻王合作当中解释 一心当中 一门一心 上品的 非门一心 是中品的 雷露心 是谁 下品的 雷露心 雷露的心 一心当中 这么分别 因为生起的烦恼不蒙力 不是蒙力的烦恼 所以虽然悔患了四种他生错法 是不舍菩萨境界利益的 就不舍去界地 三品所患的都应该要忏悔 至于对人的多少 忏悔 在后面的148页的地方 会收到的 那个地方会昏悲 会昏悲 所以必须是以上品的烦恼 禅所患的 悔患的四种他生错 才名为舍 菩萨界 善品烦恼 这个舍的意思 就是守 对于守受的界法 不能够安住 退死 守得的界地 所以叫做舍 但是什么叫做上品禅患呢 患的条件是什么呢 接着进一步第二课就解释 上品像 就是上品禅的患像 我们看第二课的文 洛珠菩萨 悔患四种他生错法 受受现行 多无惭愧 深深爱要 见识功德 当时说明 上品禅患 那洛珠菩萨 悔患四种他生错法 在讲义当中说呢 洛珠菩萨 珠菩萨 发的菩提心 受到菩萨界的菩萨 他以上品禅 上品的烦恼 悔患了四种他生错法 前面的四条仲介 当中以三个因言 得之名为上品禅患 而我们可以了知 就称作上品禅患 三个因言 第一 重令烦恼 就是放重 使令烦恼 受受现行 多无惭愧 而不知加以对志 就是放重你的烦恼 理智理智的去造作 而造作当中 内心也没有一点惭愧心 没有惭愧心 不知道要加以对志的 所以第一点 所以第一点 就是放重 烦恼 受受现行 讲到这个惭愧 惭跟愧 白法当中 这是两个白净之法 我们修行的人 道业之所以能够进步 就是因为有财有愧 总觉得自己修得不好 学得不够 人家赞叹了 你修得很好 惭愧 没什么学习 惭愧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要有这样的心 我们道业才能够增长 要没惭愧心 道业就不会有所增长 自满 自满就障碍我们的进步 所以惭愧很要紧 这个地方 第一个放重烦恼 硕硕的造作 都没有惭愧心 第二 一手换戒 深深的爱要 此严起烦恼猛力 在造作的当下 那边心境 对于所患的事情 所造作的 深深的生起爱要 揽着爱要 这个就说明他 烦恼的势力 非常的猛力 非常的猛力 第三 不见过患 见识功德 明起邪子 见识功德 就是说他不能够看到这样做 他是一种过犯 是不对的 而他看到这么做呢 本来是有过世的他认为有功德 我这样就是有功德 这个就说明他生起偏邪的执着 偏邪的执着 就好像说呢 对于杀到淫妄呢 这当中有七子 身口七子的性罪 开言 妄自承当 认为我这么做 这开言不患呢 还有功德呢 这个就成为大邪剑了 其实是三个因言 若此三言记住者 当之说明上品偿患 这三个言记住的话 是这一种情形 瘦瘦的伪患 都没有惭愧心 而且做了当下 深深爱要 认为我这么做 有什么样的功德 是有功德的 那这一种情形 我们应当了知呢 这个就称作 上品的烦恼所伪患了 所伪患了 接着我们再看着 几三的明舍分歧 说明舍戒的分歧 回处菩萨 在于现行他胜处法 便舍菩萨境界力 如之庇囚犯他胜法 即便气舍别解到戒 回处菩萨 不是说 诸菩萨占一现行 遭作 这个他胜处法 他就舍弃了 菩萨的境界力 就好像比丘患了 众戒 他就气舍了 别解到戒 不是这一种情况 所以底下讲一说 幻戒时 手起的烦恼 既然有上 中 下 这三品差别 所以幻戒的过失 也有轻 有重 而菩萨舍戒 跟声闻舍戒 也有不相同的情况 菩萨舍戒 有其两种的情形 第一种 气舍 无上正等菩提大愿 就是你要退失菩提心 退失菩提心 我不要再行菩萨道了 我赶快做治疗汉 赶快疗身脱死要紧 气舍了无上正等菩提的大愿 不想再成活度众生 那这个呢 就舍弃了菩提心 也包含了你向人家的面前来舍戒 他也舍弃了 第二种呢 恶者现行善品禅犯 现行善品禅 以善品的烦恼 犯了前面的示众 他也会舍弃菩萨戒的 菩提大愿为菩萨戒行之根本 戒一允生 经愿心既无 则戒行无通 便是菩萨戒的 菩提大愿 菩提心 我们发了成活度众生的愿 这是我们菩萨戒行的根本 戒一允生 这菩萨戒行 菩萨的戒体 是依我们呢 在三宝面前发了菩提心 而所出生的 生起的 受戒的时候 最初在三宝面前 发起愿断一切恶 愿修一切善 适度一切众生 依这个愿心而得到菩萨的戒体 今愿心既无 则戒行无通 相对来讲 现在愿心 为力众生愿成活的心 也没有了 没有那戒行就无所依托了 因此他就会失去了菩萨戒的戒体 失去了 这一次的话我要进行做敬畏来祭 断了四三度众生 一愿心 现在愿没有了 菩萨戒体也没有了 这个道理 有人就说 一下子阴肉经讲 菩萨有受法没有舍法 有犯不实敬畏来祭 一下子又讲 要犯众要世界底 这是怎么说的 好像有所乖为 那一切施理论当中所讲的是 约现行 相续的善行没有了 叫做舍戒 阴肉经当中所讲是针对 有受法没有舍法 舍是依我们现前 第六意识的心 但是前面受戒 心形的阿赖也是里面 是种子 是旧种子来讲 是不舍 就现行的相续的善行 怨行没有 还是舍了 善品残犯 他身处罚 有烦恼猛力 恶心难愁 是故事菩萨戒 另外一种 善品的烦恼违犯了 这个他身处罚 前面的宗戒 由于烦恼的势力 非常的猛力 这个恶心难以处灭 那就乖为了 那个菩提心上求下化 乖为了 所以就失去的菩萨戒 下中品禅为患 四种他身处罚 则不舍菩萨境界利益 所以说 灰族菩萨 战于现行他身处罚 便是菩萨境界利益 要须上品禅患 方明为舍 中下品的 他就不失去菩萨戒 所以在戒文当中讲到 灰族菩萨 战于现行他身处罚 就舍去的菩萨戒了 这是讲 当中有所分别的 中下品 不失 是上品禅 他才是舍菩萨戒的 不同诸必处 战于悔患 他身处罚 即便气舍别且都戒 跟僧文界不一样 所以不同于诸比丘 必处就是比丘 战时 一时悔患了他身处罚 就患了四根本重戒 一患 戒体就没有了 他就没有分上中下品 菩萨戒 他是一论心的 他分上中下品 他造作的心态是什么 那必处就因比丘 易如常事 这个意义如同平常所解释 尤其是不谋 破恶的意识 那破罗提姆茶 此因别且都戒 即比丘所受此之戒 破罗提姆茶 幻语呀 幻成众叫别解脱戒 也叫保解脱 也就是比丘所受持的戒法 我们生人称的戒法 我们生人称的戒法都叫做别解脱戒 八万人其中弟子所受得 那必处舍戒 有其四种 比丘舍戒有四种的情况舍戒 第一个舍到十舍 就是还属的时候 就是作法舍 第一种叫作法舍 第二叫命中十舍 而我们生命中了的时候 死亡戒敌也舍弃 只剩下的就是欧赖也是所需求的种子而已 那就不叫戒敌了 再来第三断善根舍 断善根生起邪见 不没有因果 所以戒敌也会舍弃了 第四恶行生舍 恶行 那么本来是一个身体 既只有男女恶根 既是男女恶根 这个比丘这一方面不接受 不收 比丘也不收 他就舍弃了 确定就没有了 那菩萨戒 其中皆可受持 故舍道 受戒时 邀请来自无上菩提 故命中舍 一切有心 皆可受戒 故恶行生舍 其中断善根舍 以菩萨同 以断善根 即是菩萨上品禅判 所以菩萨戒 七种弟子都可以受持的 所以没有所谓的舍到 凡属的时候舍 就没有这个道理 再来呢 受戒时 内心邀请乃至于成就无上菩提 那你还没有死的时候 还没有成就无上菩提 所以没有命中舍 再来呢 一切有心者都可以受戒的 所以他没有恶行生舍的问题 没有 不减肥的 那其中断善根舍跟菩萨是相同的 因为断善根 若没有因果生极诸多的邪见 那就无所不为 这是菩萨的上品禅患 生文戒法 约相论患 但患是根本戒 集结重罪 不可随心 为其上品师戒 中下品范布师戒 以生文 致防身口 会随心致 故不同菩萨 这是讲的 结患 因为生文圣跟菩萨秤 生文圣跟菩萨秤 他们结患 他不一样的 立场不同的 生文的结法 约相论患 就这四相 每一条结都有 既言成患 约四相 原句 他就要结患了 但是有患是根本戒 他就是要结重罪的 原记主 就要患重 不可以随心 不可以 就这心的强 或者弱 来讨论他 上品 才是戒 中下品的烦恼 患不是戒 他没有这样的 比丘戒是这样 在家所说的 无戒 八观在戒都相同 不可以论行 不可以论行的 没有所谓的上中下品的分别 没有 生文的戒法不能这样 所以底下讲 以生文制防身口 灰随心智 因为生文界 是遮制防于身口 身口表现出来 就是患了 就是患 不可以随心的强肉 来制的 不是 这生文是旧 元祭祖 就结婚 菩萨是论心 讨论心 心的强肉 决绝不同 所以不同菩萨的 不一样 接着 悟三 四堪重受 第三课 只是上品禅患 他还是堪坷 重新在受戒的 露诸菩萨 由此悔患 弃蛇 菩萨 境界利益 一现法中堪认更受 悔不堪认 如必处 住别解脱戒 犯他圣罚 一现法中 不认更受 这菩萨 所患 跟生文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露诸菩萨 由此悔患 气色 菩萨境界利益 一现法中 堪认更受 会不堪认 在讲义当中说 这是来指示 菩萨虽然 舍弃了 就是 失去了 菩萨界了 然而 仍然允许 在重新受戒 露诸菩萨 假使诸菩萨 由此 就由于 这个上品的烦恼 毁换了 四种的 他圣处法 其中认了一条 纵使气色了 菩萨的境界利益 舍弃了菩萨界了 若自心忏悔 人可一现法中 堪认更受 在忏悔当中 第一 就是自心忏悔 他要向众生 这四人生 来忏悔的 他不想 前面的沙道 淫望 困重了 他必须要修颤 剑好相 才可以的 一切的 这是属于 四根本的 增上戒法 增上戒法 那么这四条的 增上戒法 他不像前面的 四根本 他有话 自心忏悔 向四位 深重忏悔 接着 人可一现法中 堪认更受 求爱忏悔 把最后完全忏悔 清静了 在发起 增上的菩提心 对峙了 泛界的心 对峙他 将怀恼消除了 十六 我们身心清静 然后可以再重新受戒 而得到菩萨戒 要这样的 以菩萨圣人 性是利根 其心猛力 虽受戒 以一言褪色 然人可 从法大菩提心 故有堪受戒 恢不堪认 因为菩萨圣的人 他的种性是利根的 长时间以来 欣喜这个菩萨戒法 其心猛力 虽然受戒之后 一时的业障 起现行 欲言 欲到藏言 而退色了 然而仍然可以重新发起大菩提心 所以犹然坎坷 更受戒 恢不堪认的情形 此因菩萨舍戒 受戒 非如必处住 别解脱戒 若患 淫 杀 道 妄 是他胜处 是他胜法 一现法中 不认更受 以必处戒 要从他受 方明得戒 不同菩萨 得于佛菩萨形象前 自是受戒 故若患 四根本戒 自己不能更花 求解脱心 他也不喜更来受戒 当时菩萨 以善品禅 悔患 四种他身处法 随时菩萨戒 而不时 曾所受之 比丘等 别解脱戒 故若自成忏悔 有喜更受 这文说 此因菩萨舍戒 受戒 非如毕左 住别解脱戒 这是因为菩萨 他舍戒 或者受戒 不像比丘 住别解脱戒 生闻的戒法 生闻戒法当中 假使伪患的 云杀道望 这四根本戒 在宪法当中 不堪认更受戒 一患就患重了 不能再受戒 受戒的时候 叫做边缀难 都不可以受的 不能受 因为比丘戒 要从他师长来受戒 才称作得戒 不同的菩萨 千里之内 没有受戒的师长 他可以在佛菩萨形象前 自私受戒 他发了菩提心 他就直接可以受 幻网经当中要求 你要先畅谓 七天畅谓 见好像 才可以佛像前自私受戒 他们的立场不一样的 幻网所讲的 还没有发菩提心的 一定要先修灿 得好像 才可以自私受戒 一切当中 允许 佛菩萨向前受 是就着已经 发了菩提心的 不是随便就可以做的 我们不能误会 所以比丘 假使伪患了四根本戒 自己既然 不能更夸解 求解脱的心 那师长也不允许他 更来受戒 那就编罪难了 不可以 不可以换中了 就不行了 所谓应当了之 菩萨以上品禅 善品的烦恼 悔患 这四种 他胜处罚 这是四根本 以外的增上戒 虽然失气的菩萨戒 而不失气 曾经比丘 比丘年的时候 所受的比丘等等的 别解脱戒 就我们在家居士的受五戒的根本戒 也一样 不是换了杀到淫妄的 所以 假使自诚忏悔 有许更受 像四位 出家师父 忏悔了 由然允许更受菩萨戒 可以得菩萨戒地 若菩萨悔悔 身闻别解脱戒 是他胜罚 则不但失比丘戒 一时菩萨戒 即不堪更受了 假使菩萨悔悔了 身闻别解脱戒 淫道杀妄 这四条根本重戒 那么不但失气了比丘戒 也失气了菩萨戒 在家基士就在前面的五戒没有了 菩萨戒也不行了 也失去了 那就不堪认更受 虽他处也有忏悔法 见好相语 可以重受 然亦只许说菩萨悠婆舍悠婆怡 或做菩萨沙咪沙咪尼 终不堪做菩萨比丘 虽他处就只换网经 幻望经当中可以 修禅 有忏悔法 见好相之后 可以重新再受菩萨戒的 你违患了前面的四根本 杀到隐望的 忏悔见好相 可以重受 然而这当中 有所减别 他虽然重受 出家在家 身份不同 这当中要是出家众 伪患了沙道淫妄 虽然你拜参见好相 然而也只允许说菩萨幽婆舍 菩萨幽婆仪 获得这菩萨沙咪 沙咪尼就是学会的沙咪 学会的沙咪尼 这是出家众的 出家众 忠不堪认做菩萨比丘 就是他不能够再恢复本位 没有生的作用 没有生的作用 你见好相是 在大乘当中见好相 是大乘当中可以 在生文的界法当中是不行的 所以古德讲 不可以大乘的忏乏 得清净的 去满足生文乘的生素 那是不可以的 接着 丙二的民族亲戒 前面的众戒的部分 就加以说过 接着我们要看的是属于丙二 民族亲戒 底下分成了三颗 底下分成三颗 丁一 总举令子 龙总挤出 亲戒当中的犯向 使令我们了之 当中有伪患 无伪患 有伪患当中分成了 然伪患 跟非然伪患 虽然是然伪患 但是因为烦恼 有祸薄不同 所以它当中又分成 上中下三预的情形 有这样的分别 所以我们看了这个戒文 如是菩萨 安咒菩萨境界利益 以有违法 即无违法 世然 非然 暖中上平 应当了之 如是菩萨 华拉菩萨 受到菩萨 戒着菩萨 他安住在菩萨的境界利益 当中 对于所受的戒法 当中 戒相里头 有伪患 以及无伪患 有伪患当中 分成有然伪患 跟非然伪患 那么 然伪患当中 有分成的软 就是下 下扁 中扁 上扁 的分别 我们应当 要能够了知的 讲义当中 所 依下明珠清界 即使徒基罗罪 患以徒基罗 此云恶作 为所作不敬 明恶作 身嫌不敬 明为恶作 若口嫌不敬 明为恶作 恶收 以下收明 诸清界 就是四十三清界 那这个清界 也就是 突基罗罪 突基罗罪 患以突基罗 此地 患以叫做恶作 总的来说 也就是说 他所造作的不清净 会使用我们戒体 受到染污 染污戒体 所以叫做恶作 那这个在其他的戒本当中 名称都有所不同 我们换往菩萨戒当中 叫清过罪 再加基事的 再加菩萨戒 叫施意罪 菩萨戒本经 身行不敬 名为恶作 若口行不敬 名为恶所 突基罗 就是总称 里头 分成深业跟口业 身行不敬 我们深业的造作 不清净 叫做恶作 口业的造作 不清净 叫做恶说 恶作 恶手 都叫做突基罗 菩萨亲戒 幻往内四十八 以此颇有出入 良意地词 内四十一 有云四十三 有云四十四 有云四十五 文义大统 但开合为意 旧意无开沙等性戒之文 谈本有之 菩萨的亲戒 在幻往经当中 类出有四十八 清 那四十八 清跟这个地方 以其的亲戒 颇有出入 有一些差别 而良意 别良 三丈所翻译的 地词论 当中 亲戒有四十一 清 有的地方 说四十三 清 有说四十四 清 或者有说四十五 清 文义大统 戒文的意义大致是相同 但是开合 有开出比较多的戒条 有合起来 四十一清 有开跟合 有所差异 但文义是大略相同的 旧义 这旧义词别良 他们这三丈所翻译的 那戒文当中 没有开杀道淫望 生活期值这性戒的文 没有 因为啊 他们这三丈呢 他认为 性罪的开源 是所谓地上菩萨所做的 我们凡夫是不可以的 因此他就不翻译 而唐本 玄奘三丈所翻译的 他就有 菩萨一发菩提心 受菩萨戒 如是菩萨 而不破戒 不舍戒 心不狂乱 无病坏心 正义安住菩萨境界力 菩萨已经发了菩提心 受了菩萨戒 所以说是如是菩萨 如是菩萨 他呢不破戒 不舍戒 心也不丁狂 错乱 不病坏心 不因为重病 破坏他的正念 要使这一些的情况 他造业是有开源的 入于开源不患的 现在说不 就是他没有这一些情形 他是正义 这个正义就是正心 安住在菩萨的境界力 也就是说 他既有患戒的资格 这样呢 应以所受菩萨利益 实时意念思维 何者以菩萨戒 是有违犯 即何者以菩萨戒 名无违犯 以杂兰心 伟业菩萨戒法 是名有患 以善敬心 随顺菩萨戒法 名无违犯 所以有了菩萨 患戒的资格之后 就是我们受了菩萨戒 应该对于所受菩萨的境界利益 这个戒我们都要好好地学习 然后呢 才能够实时地意念思维 什么情形 对于菩萨戒是有违犯 以及什么情形 对于菩萨戒是无违犯 要透过学习的 透过学习 在这当中呢 假使以杂兰心 伟业 就是伟业 愉悦的菩萨戒法 这个就称作有犯 如果以善好清净心 随顺菩萨戒法 奉心无违 这个叫无违犯 有违犯 无违犯 进一步呢 以有违犯中 若亦然无心起 是然违犯 此刺刺刺刺刺 若不亦然无心起 明慧然违犯 此刺刺刺 进一步简别 在有违犯当中 假使亦然无心所生起的 什么人无心呢 贪啊 撑啊 焦慢啊 这一些的心啊 所生起的 而泛热戒啊 这个属于然违犯 由然无心呢 所违犯的 那这一种的患戒啊 比较重 重 就是重的突击罗 就是要对手忏了 要对一位出家事物忏伟的 若不依然无心起 什么叫不依然无心 而所生起呢 如同只是 一时的懒斗懈怠 这个叫 灰然违犯 不是让无心所违犯的 那这一种违犯的情形比较轻 所以轻的突击罗 责心忏悔 罪就灭除了 所以清界当中呢 有违犯当中 他分成重的突击罗 轻的突击罗 重的要对一位出家事物忏伟的 轻的就佛权 责心忏都可以昧罪了 接着 以然违犯中 又因所起烦恼 由卵中上三品之不同 如是等差别 皆为安住菩萨境界 立于菩萨 所应当了知的 以下就一等广明诸界之相 那么对于然违犯当中呢 又因为所生起的烦恼 有分成轻就是下中上 这三品的不同 烦恼势力强弱的不一样 如是这以上所说种种的差别 都是属于安住菩萨境界立意的菩萨 他所应当了知的 那么以下就一等 就一等就等于上面所说 种种的差别 广幻进一步来说明诸界的幻象 四三金的幻象 有幻不幻的情形 接着所以第二的广显界象 广显界象 广幻来显示 就是这个界象 每一条界当中开着吃幻 幻景幻众 是然违幻 或者非然违幻的界象 那之下呢 又分成了两颗物一 这一种色善法界 那物二呢 是色众生界 色善法界是属于六度的法门 色众生界属于四色的法门 利益众生的 那么色善法界就是六度万行 菩萨发了无上菩提心 就依止菩提心去修习六度万行 广幻的积聚 福德跟智慧 这两种质量 前面说过的 菩萨要就智力来说 叫做觉悟的友情 也就是说呢 菩萨在阴地当中 能够信洁大圣的教法 发起广大的菩提心 修习六度的法门 尚求三世诸佛所证的道法 就利他来说的话 他要觉悟一切友情 也就是菩萨在阴地 觉悟真理之后 更能够一直以菩提心 修四世的法门 来度化一切众生 梵以六波罗蜜 波罗蜜 换成中文的意思叫度 道彼岸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菩萨的行者 依止 布实 持戒 乃至智慧 这六种法门 能够超越 分断生死 便意生死 到达大波内盘 清净的彼岸 菩萨修行六度 他所依止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非常要紧 这个道理就如同 一切草木的生长 都要依止于大地 依大地的水分 以及矿物质 草木才能够生长出来的 菩萨修行六度万行 道理也是相同的 由于依止于菩提心 才能够使定六度的法门 得到成就 得到的圆满 那下文当中所开出 四十三清的戒法 结幻的情形 都是由于 乖为了菩提心的缘故 这就是乖为菩提心的 首先第一 色善法戒 它分成的六颗 就是六度 六度来说 吉一 藏布什多 它有七条戒 所以分成的七颗 讲义当中说 广显戒相中有四十三戒 分为二列 前三十二戒是色善法戒 或十一戒是色生戒 广幻显明戒相当中 有四十三条的亲戒 它大类可以分成两大类 前面三十二条戒 是属于色善法戒 后面十一条戒 是属于色众生戒 色善法戒中 初七戒 藏布什度 次七戒 藏持绝度 次四戒 藏忍入度 次三戒 藏精进度 次三戒 藏定度 或八戒 藏智慧度 就一六度 六度的法门来说 色善法戒当中 这处七条戒 是一移障碍 我们布什度来宣说的 其次有七条戒 是一移障碍 持绝度来说明的 再其次有四条戒 是一移障碍 忍入度来解说的 那么其次 还有三条戒 是一移障 精进度来说明 其次有三条戒 是一移障碍 禅定度来说的 最后面有八条戒 是一移障碍 菠勒度 这智慧度 而说明的 那么现在 首先说明 藏布什度 有七条戒 时间刚好到 一个段落 那我们下一堂课 再接着加以收明 向下文常会来日 回向